郭台銘今天公布他的 副首人選 從了一大堆天后 包括林志玲 還有包括陳文茜 最後連外資天后都點到了 他唯一推出來的這位 還真的不是天后 不過他一推出來之後 這位人選賴佩霞宣布之後 綠的看得很開心 藍的聽得很安心 覺得郭總原來不是選真的 好事一見 今天全台灣大家喜滋滋 就是樂開懷討論這一個人選 賴佩霞一早告訴大家說 郭董 郭台銘 你看起來不錯 很有實力 怎麼民調這麼低 你跟你的競爭對手喝喝咖啡吧 所以他推波自然 希望他跟郭 跟柯 吼 要好好的坐下來談 也講到說政府推了一例一休 很多店都關了 年輕人也過得很辛苦等等 也有人注意到賴佩霞 今天的打扮 覺得他的衣著 還有包括他的梳妝 很厲害 很專業 很有精神 看起來非常亮眼 甚至覺得比郭台銘 還要更加的搶眼 而且他講話的張力 該哭的時候哭 該笑的時候笑 比郭台銘清楚太多了 他的學精力很厲害 他是濟南大學 這個濟南大學是中國大陸的 現在還有人抓他的語病說 明明是中國大陸的 你好像講的是在台灣的 中國大陸搞不好人家的排名 還比你前面了 然後哈佛大學精英領導班 等等都有在講 他最開始其實是復興美工 一開始的學歷不算高 但後來很認真的在 中國大陸那邊拿到學歷 甚至現在有在大學裡面 有當講師 他這幾年來 他有學過催眠你知道嗎 他有催眠的專業證照 所以你跟他講話要小心一點 聽他講話要小心一點 你可能會被他帶風向 帶得很自然 因為你被他催眠了 然後他包括領導能力也很強 他不斷的在YouTube上面 拍很多影片 幫人家做心靈上的開導 所以郭董接下來 如果很容易激動 郭董可以跟他講 來 我們呼吸 放鬆 再放鬆 也許郭董接下來的表現 會跟過去一樣比起來 會比較正常一點 他非常有名的是 他的這個媳婦是隋唐 包括他的女兒謝佩恩兩個人 大明星 大美女他們都不知道 都是看到直播才知道說 我的婆婆 我的媽媽 要去當郭台銘的副手 他們非常非常的驚訝 賴佩俠很多人 第一時間聽到賴佩俠誰 因為他彈出影台有一段時間了 不過過往他的媽媽 曾經是因為交美籍的男友 所以後來才生下賴佩俠 所以賴佩俠是混血 這一位是他個美軍的 美籍的男朋友 那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們有移民到美國去 所以賴佩俠現在是有 雙重國籍的 下午他也正式宣布 他為了選這一局 即使民調這麼低 即使不可能贏 即使甚至可能不會選到最後 他都是願意放棄他的美國籍 但也有人講說是真的假的 美國籍這麼珍貴 很多人求都求不得 就聯絡律師要來辦這個事情 下午又是賴佩俠 今天是賴佩俠日 一整天賴佩俠 他入圍了金鐘獎的女配角獎 現在有一個問題 因為要問文化部 女配角的入圍者 可不可以帶著他 總統搭選的搭檔郭台銘走紅地毯 以及在頒獎典裡坐在旁邊 所以現在文化部說 希望他們不會讓活動失真吧 也沒有說不可以 當然講說確實有朋友叫他參選 他在人選之連造勢的時候 這個宣傳的時候他有講過他不會從政 但他願意去幫總統 還有這個參選人導政 那包括隨場也在看直播 聽說他們都邊看直播邊掉下巴 賴清德的反應沒有回應 柯文哲說是不錯的人選 侯友宜說搞不清楚郭台銘的規劃 來問一回看 其實賴佩俠這個人選推出來 我覺得確實耳目一心 因為大家先前講的都是什麼商界 或者是說教授 或者是說政界裡面的人 但賴佩俠從來沒有被想到過 因為他最近的那部戲人選之人 確實在台灣的收視率不錯 所以看過的人不少 特別是年輕人 他是一個政治劇 所以有看這個劇的人 可能對政治有點興趣 或者對政治有點了解 然後他的整個形象 早上出來跟郭台銘兩個人 登台揮手的那個造型 就是總統當選人林月珍 那他講話的演講的能力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他的論述能力 渲染能力口條 一揚遁挫什麼時候該哽咽流淚 旁邊的郭台銘那個程度差太多了 這個幼幼班 可能有博士班 郭台銘絕對是幼幼班對上博士班 就他的講話確實比較沒有辦法感動人心 但是這個林月珍 也就是那個賴佩俠他講得很好 那大家就會有質疑說既然那麼好 郭東北講比他強嗎 還真的蠻強 那怎麼不讓他震的 對不對 賴郭佩 對 所以有兩個姓賴台灣 不是賴清德 有兩個姓賴台灣 亮哥這個話就是畫龍點心 因為大家都在講什麼侯柯怎麼樣 然後賴清德 郭台銘第一次促成了郭賴佩 對不對 就直接把賴清德的賴也拉進來了 阿周這邊都改成郭霞佩 你看他們總部怎麼寫 都可以 郭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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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們的小編 郭霞佩感覺有點像歌仔戲 不然可以名霞佩 有名的霞士 簡單講 就是因為郭賴搭檔之後 今天話題十足 那也連帶的把侯友宜出國的新聞給擠壓 這個真的 這個我們就就事論事 因為今天最大的新聞是這個 那侯友宜要出國就被擠壓 他的版面就變成什麼 侯友宜今天要出國了 我都不知道 渾然不知 渾然不覺 所以就是他會有效的擠壓他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人選之人 確實年輕人最近有看 所以他的知名度不用 我們再跟大家重述 跟他講他小時候的過程 爸爸是美國的軍人 然後他怎麼樣 有什麼學歷 這個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但是這個人是誰 最近大家都看過 好 那第三個 因為林月珍有料的關係 我覺得對郭台銘接下來四十五天的連署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原本大家想說 被楊智良被刺怎麼樣 會不會連署更困難 確實連署之前看起來 有一股困難之勢 但因為這個副總統 還有啦 那賴佩霞如果接下來 就接受各大媒體的訪問 每個禮拜都一次兩次的話 那個熱度都維持著 口條要好 好 那他口條非常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而且EQ又好 對 又會雨帶感性 又會催眠 對不對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那他的連署過關這事情 看起來不會有什麼懸念了 就一定會過 那一定會過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前提是他放棄美國籍 來得及來不及 這個就要看他本人 因為我們只能到討論的階段 來得及 作業時間 大概四十五天 所以還來得及 除非有規定說林表登記就必須 登記的時候 揚明的查法是說不用 林表連署的時候不用 最後十一月登記的時候要 觀眾朋友我們現在討論的 其實是說就是他 一定要在未來三天內去林表 因為今天已經十三號 今天十四號了 然後十五 十六 十七 九月十七之前 他一定要跟郭台銘去 林表開始走四十五天的 獨立參選人 他到底再去 中選會林表那一天的時候 需不需要已經完成 放棄美國籍 因為他有美國籍 這個要看中選會認定 揚明剛剛的調查是說 林表的時候是不用 但是最後十一月登記的時候 就是你林表連署 都確認OK的時候 最後十一月的時候 必須是沒有 可能中選會 一律寬鬆處理 以律於民進黨的選情 今天很多民進黨的政政務 還有民進黨的專用 都表示說什麼可敬對不對 什麼對手 其實很簡單 如果民進黨會罵他的話 就是厲害的 就是表示說這個人 很威脅到賴清德 但如果民進黨稱讚的話 基本上就是樂見他進場 那我今天不是在說 賴培俠不好或怎麼樣 而是說民進黨為什麼現在樂見 因為民進黨也不希望那個 從四組變三組變兩組 所以最好就是四組 要不然也要有三組 那賴培俠的入場 所以我的結論 剛剛講了一串這樣下來以後 得到賴培俠進場的結論 可能是幫助郭台銘 穩穩的完成連署 而最後也繼續參選 賴清德當選的距離 宇舊維持在最高 不過今天還是有很多討論的 包括那個人選之人 在五月的時候 Netflix的影集是排第三 第三 不是第一嗎 不是 因為他有一些不同的排行 說國內 國外在台灣 台灣是第一吧 影集是第一 第三 影集是全部的 全部的影集 那跟國外比還第三 那台灣戲劇 就絕對是第一名 沒有 影集類的比 電影沒有 但是他算是很大的主角嗎 因為你們都一直說 年輕人看了那一部 會很喜歡他 他裡面就是總統參選人 然後就很像 他就是坐在車裡面講說 你不是很想要贏的那個嗎 對 他跟那個歐文芳講 所以你還是不夠想贏 就那個很重要的橋段 所以我就講說 會不會接下來發言人 也是方方正正歐文芳 然後來走45天 結果整個選舉就High起來了 就加入很多戲劇的元素 國內 第一名是趙後者 韓劇 對 韓劇 很相似的 人家人選之人是第三 那算厲害了 算厲害 算厲害 亮哥我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有傳出來說 為什麼會去找賴佩霞 是因為揚造牽線 這等一下請教亮哥 第二個 趙佩霞老公的精力也超狂的 剛剛賴佩霞已經列到 那個錶都列不夠了 他的老公是世界紅警董事長 數位相機設計 併入亞洲光學 中國煤炭基金創辦合夥人 將江西的 三溪焦煤礦 併入香港上市公司 光是這一點我就聽了 眼睛為之大亮 這是很大一塊餅 全有電腦的副董事長 美國休斯菲基 公司的首席科學家 感覺就是一個很下下叫 很厲害的一個人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 因為他人選之人這一部戲 剛剛亮哥是講Netflix 但是公司的話 可能十月就要來排播了 不過現在公司有個規定說 你現在播出的節目 不得幫任何政黨或宗教團體 做政治上宣傳 或宗教上的宣傳都不可以 所以現在公司要好好研究 如果我播了 會不會有利於郭台銘 或者賴佩霞 在政治選舉上的宣傳 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不能播了 公司現在要來成立討論 不過之前有人講說 那陳廷飛為什麼可以去 戲劇台裡面扮演媽祖 其實他是因為 因為陳廷飛之前在民視 另外一個節目錄過的時候 被罰過 人聞到戲劇系畢業的 他聞到戲劇系 對 不怪得漂亮 不過後來 因為他有被罰過的 不是他被罰過 民視被罰過的經驗 所以他去演媽祖的時候 是有跟NCC請教過 如何不會被罰 他說怎麼樣 有各種條件 說都確定了 所以他就沒有被罰 這個要請教亮哥了 這個 楊兆據我瞭解是 他就提醒 他推薦郭董要看人選之人 就是瞭解一下 台灣的年輕人的 在想什麼 因為人家收視率這麼高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 從這裡楊兆得到一些點子 就說演那個林岳真的就是 就是賴佩霞 賴佩霞 我有聽一些朋友講說 郭董有尋求很多女性當副手 並不是很順 他為什麼一定要女性 他是男生 男女 很多國家都這樣 賴清德還不是一定要找女的 對不對 那柯碧也是覺得演女性為一 大家都 朋友也是 對嘛 所以那個 因為他有傳出很多人民 對 就是不容易 賴佩霞同意了 這個是楊兆 我是聽朋友講的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 就是說楊兆是一開始 建議郭董要看人選之人 看完就是要了解 年輕人的思考方式 然後就看到賴佩霞 演那個林岳生 演得令人非常有印象 而且他裡面有幾句金句 經典台詞 打動了郭董 這個網路上也有 我看是打動了楊兆 賴佩霞那個老公謝志鴻 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成他電機畢業 然後全有電腦的創辦人 後來他就轉為創投公司 專門在做公司的重整 然後協助合併 他大概就是機緣 就那個3C煤礦 剛好有三家公司 他做了重整 然後賣給一家香港的公司 據了解這個案子的獲利 是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對 可是不一定是他一個人拿 可能很多人一起 整個案子是10億美元 所以有些人說什麼 從金錢來說 賴佩霞來幫郭董 這個絕對不是真的 賴佩霞的身價 搞不好跟郭董有拚這樣 沒有啦 也不說他那一黨真的首富 就他們沒有那麼窮 他們不缺啦 說實在 當然 我不知道到時候 他如果真的參選 隨唐跟謝沛恩有沒有角色 會不會敲出來幫忙 謝沛恩也會有票 一定會出來幫忙拉票 謝沛恩也有票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有票 夠漂亮 沒有 也不是看漂亮 郭勝亮也有票 也不是啦 就是讓人家 韓濱為什麼會有票 你這邊教我問這個 我要問我什麼 韓濱厲害的地方 是除了漂亮 態度又很謙和 但是又很好 所以也是方方面面 隨堂也不錯 對不對 就他的家族 事實上 他那個家族 滿有多面性的 所以你看未來四十五天就很歡樂 滿有多面性 這時候這個媳婦出來了 女兒出來了 然後又走個紅毯 因為京東講是十月二十一 結果每個都比郭董會講 你們覺得郭董會去走紅毯嗎 每個都比他會講 其實他完全可以去 因為那個十月二十一的時候 他們根本還沒有正式登記 對不對 所以他還不是候選人 然後再來就是 算不算政治活動介入人 文化部剛剛有回答了 他們說不會限制 他想要帶誰都可以帶誰來 那他可能是說他現在目前的 partner就是這個人嗎 他還好啊 但是就會引起很多話題 所以我剛才講說 一律從雙認定 對於那個郭台銘的那個 郭董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的連署我相信是會過 可是問題是這樣 他連署會過以後 最後會怎麼樣 就不知道了 最後就是賴清德當選 對不對 如果我說郭台銘連署不順 或者他自己極度勇退 他真的連你往都沒領表 副手也沒找到人 黃世修有發言表示 說當副手就要有隨時 願意退選的準備 這就有點很奇怪了 對不對 那你到底是在選 真的還選假的 聽說要不要挑一個 新的發言人 韋翰 我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另外一個 今天的話題 依舊是高鴻安 高鴻安他今天特別出來 他把整個事情有解釋的 稍微比較清楚 也比較聽得懂了 他用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他說我的男朋友 絕對沒有介入任何的標案 如果有介入標案 如果是我叫他去搶標案的話 那我怎麼會答應新竹縣說 我們要不辦了 交給民間來辦 我就堅持我們要辦 堅持要花那350萬嗎 就沒有 所以沒有我叫男朋友介入 另外一個部分 現在網路上傳出一個 七頁怪談 就有一個企劃書 總共七頁 不過高鴻安說 扣掉了謝謝 謝謝跟拜拜 那兩頁 總共只有五頁 內容又很隨便 他說其實他從來也沒看過 雖然有市政府的這個LOGO 那媒體人中年換哥還講說 根本是小學生的這個作業 裡面還有溫哥華建築物 剛好安秋說 那個根本不是 那只是內部在討論的文件 不是正式對外 而且他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男朋友沒有介入這個市政 但是他沒有回答 他的男朋友到底有沒有假傳聖職 提前他一個禮拜 去叫那個局長要下台 請教我看 昨天新竹市政府第二次發出聲明 裡面五點其中一點就在講這個 說不是六頁的A4值是七頁 這是重點嗎 這根本不是重點 那當然這個東西是 來 請注意聽我的論述 是錢康明前局長指控 李仲廷交給他的 李仲廷是市府人員嗎 他怎麼可以有東西交給錢康明 但錢康明也有問題 你自己要是知道說這個對口人 根本沒有資格也不qualify 你應該拒絕跟他對口 他給你的指令 他給你的這個什麼 這個簡報 你都應該拒絕跟他對口才對 可是今天高宏安市長出來 他試圖要說明 第一個 他強調他的男朋友 沒有干政 可是你的男朋友 有沒有跟人家接觸 你男朋友向對方講說 你要辭 你不辭 洪安會告訴你 後來高宏安確實也讓這個文化局長下來 沒有錯 你有讓你的男朋友去接觸局長 而你知情嗎 你有授權嗎 第二個 這個錢康明他的論述 因為錢康明有可能是假的 就是他講的東西可能誇大 或是他有情緒要故意抹那個高宏安 但高宏安要出來不但否認澄清 甚至應該去告錢康明 因為錢康明的說法是什麼 是說我追上去問 現在到底要怎麼辦這個晚會 然後高宏安跟他講說 你就讓傑克處理吧 如果市長是這樣告訴你 等於市長給局長的訊息 是授權給他 所以重點 觀眾朋友大家在講說 這企業到底有沒有 好像有人講說是國外道徒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如果李宗廷他手上有這個資料 還有LOGO是不是縣市政府授權什麼 是不是正式文件都不重要 就表示他已經插手這件事了 那李宗廷先生他是不可以 也不適合插手任何市府的任何業務的 那如果有插手 就應該要匡證道歉 而且不要再犯了 這事情還有待釐清 不過有 大家好我是謝耀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拜託拜託喔